那今天要來分析的是Fulling Angels特別轉蛋 那大家的話是在明天開放 那總共會開放兩隻新的65C角色 一個叫拉傑爾跟米凱爾還有拉菲爾 那米凱爾跟拉菲爾是雙人組拉傑爾 是完全是新的角色喔 那這次的話總共是有40連保第兩隻喔 第二跟第四次都總共各保一次 那手持的話也是一樣是25顆 那這次的話我們就先來講講這個角色的部分 那拉傑爾神珠機械均橫行三圍式700152523999 那中央列轉成C珠 特殊珠以外轉黃色珠 特大雷射重 兩回合黃屬性點愛之珠加1 紅色珠轉換成自身C珠掉落 那C技的話是Garydanti激烈傷害 一回合黃屬性攻擊力提升100 那被動一的話是破傷跟破障 被動二的話是對惡魔特攻 對被動三的話是倒查最終階層 黃屬性技能CD縮短2 被動四的話是當自己在前頭C珠生成超大幅縮短 那整體來說拉傑爾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有新手想要趁這個機會入坑 我覺得可以趁這個池子一起 好好地補一下這兩隻 因為這兩隻其實相當的都不錯 那他的話就是一個 紅屬性轉換成自身C掉落的部分 那據我所知紅屬性轉C的黃屬性角色其實不多 所以要衝到的機會不大 那再來的話就是他C技還有疊弓 所以我相信這個本身技能組開下去是 相當的會有輸出性 那還有對惡魔特攻 那只要打惡魔的關卡 就會有很棒的輸出能力 那我們再來講的話是 想墮天米切勒跟拉傑爾 Fail All 那他的話是神族惡魔體力型 傷案那三圍是 13236 4048 2022 那傷害珠轉變成藍爆彈特大 紅色珠跟綠色珠轉C珠大 那三回合自身產生攻擊力50倍反擊 加防禦力提升3000 那C技的話是給予自身HP最大值 單體積極的傷害 被動一的話是破傷跟防毒 被動二的話是一次點案5顆以上 連射出自身幼敵 被動三的話是自身防禦力提升2000 那被動四的話是 Thever能量調110 藍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1000 那這樣的話其實是 有一個角色很類似 那就是火盾 那火盾的話比較優勢的點是在更坦 然後火盾是優勢在更坦 然後他的C技是疊防禦力 那他的話是比較傾向會輸出一點點 那但是他的被動加他的主動技 其實本身是有500的 還是有5000的防禦力 那相彈起來的話其實是不會太差 那比較可惜的是 可惜的是他本身沒有減傷的技能組 比較可惜一點點就是只有一個防禦力 所以如果面對高傷的傷害 還是會有可能一拳暴斃的情況 但是如果是遇到多段的連續攻擊的話 就可以大量的產生反擊 以及坦住這個傷害的部分 那他的C技的話是 我覺得這是還算是普通 那CD7三回合的效益那還不會太差 那總結來說兩隻 我還蠻推薦新手入坑來抽這一次的 那40連保底 那我覺得40連如果有機會的話 40連新手看看 20連有沒有辦法有機會抽齊 我覺得就可以拿來開局了 尤其是拉傑爾 拉傑爾的話拿來開局 應該是可以度過一陣 愉快的新手時光 我覺得是OK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為什麼我還會說兩隻比較新手相 因為其實說老實話 我覺得這兩隻的貝4要求偏低 所以就是到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需要開 所以那新手的練度就會也需要 要求會需要比較低 就是基本上只要貝3開起來 正常來說就可以使用的情況 那大概是這樣 那還有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又會特別說超級適合新手 因為這一次的活動是非常的佛心 只要每個冒險通關4次就能達到BugMax 那基本上等要打初級或者是就可以了 我記得我在日版是初級也是掉25B的角色 就是直接就各3 各4場就可以畢業的一個活動角色 所以這個機會我只能說是非常推薦新手入坑的機會 那關卡角的話就特別說了 因為非常好入手 就是大家就刷一刷打一打 就可以休息的一個活動 那還有的話是只要獲得4個頭目角色的話 還會再獲得一個小小的拉傑爾 小拉傑爾的話到時候再讓各位看一下 還蠻可愛的 所以這個活動的話是相對比較適合新手這個時間點入坑的 那老鳥的話就看你們自己 我是覺得算是還偏蠻值得抽的角色啦 好啦 那如果今天喜歡我的分析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邊囉 掰掰